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一起来 研读神的话语是写在 提摩泰前书的第四章 我要从第十二节读到十六节 不可叫人 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做信读的榜样 你要以宣读 劝勉、教导为念 只等到我来 你不要轻乎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 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 赐给你的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 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恒心 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听你的人 初代教会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当时并没有像 现在的教会的组织这么完备 传道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像保罗或彼得 他们是以这种行动式 寻回到各地方 去不到开拓建立教会 第二个传道人 就是一个教会建立之后 就会设立几位同工担任长老 这个长老他们具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部分是要他负责 做教导传道的工作 第二个部分也做管理 所以当时的长老 就具备有像现在教会 牧师的这种功能 提摩泰 他并不是像保罗这样到处去寻回 因此他专注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因此保罗把这个信件寄给他 你虽然看起来是年轻 可是你必须要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 清洁都做信徒榜样 并且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 提摩泰前后书充满了这个教会管理的一个重点 因此我们在这个上面也学到几个功课 在学到什么功课呢 就是领导力的问题 我们说领导力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领导力它来自于 你原本就有的地位 这个地位越高 你的领导力就强 我们简单说 一个国家的元首 它的领导力非常的强 具有生杀大权 这一阵子在新闻当中 我们都非常的担心 北韩的领导人 金正恩 他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 疯狂的行为 在他的领导之下 北韩的人民或者北韩的将领 官员都对他是非常的服从 他的领导力非常的强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元首 而且他非常的果断粗暴 不晓得他心里想什么 圣经在讲领导力不是这种的 而是在讲一种属灵的领导力 整个教会领导力 我们是从耶稣的身上学习 他是创造的主 他可以拥有这样的权力 可是他不用 他来到世上 他说我不是要人家来服事我 我反而要来服事人 并且成为人的仆人 这个领导力是什么呢 是由下面给予的 我们要怎么样让别人把他们的权利 把他们的这个信任交托给一个人 特别是一个具有灵 这个教导功能的一个传道人呢 我们要在几个方面 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 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 言语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人的面前说话 跟人的后面说话都是一样的 你不要跟人家道山这个图说的 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做 这样子做人家会听见说 明明你在教导是这样 为什么背后你也一样跟我们做这种批评的话语呢 行为 行为就是要非常的坦荡荡 而且你的爱心必须要行为来证明 你的信心呢 我们在许多的患难当中 我们比别人更加懂得来依靠上帝 而不是你更快的在那边发抱怨的话 清洁也是一样 我们身体要清洁 家里要清洁 有很多人 他没有注重自己的服装 他没有自己注重自己的这个外观 我们并不是注重一个人他必须穿得非常昂贵的衣服不是 你总是这个清洁上都要做很好的榜样 让人家看起来赏心悦目 觉得说很轻松来清洁 同时呢 又要以宣读 劝明 教导为念 为什么呢 田文太他是一个传道人 是一个长老监督 因此在这方面 他又要有属灵的恩赐 属灵的领导力 一个人必须亲近神 熟读神的话语 因此你的教导有长进 你知道吗 当这个整个都长进的时候 许多的人因为你的教导得到帮助 他们自然就会把他们的权柄慢慢的交给你 这是一个领导力 所以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愿上帝赐福你 让我们在各样的方面 无论是外面的或里面的都有属灵的恩赐 帮助我们不断的增长 为的是要成为一个有属灵领导力的人 愿上帝赐福你 阿们